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姐 今天我們會出來尋找 那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地方 你今天如果是喜歡打台的人 應該不會尋到這裡 因為這邊是高美濕地 因為我們也是突然想到 如果我們今天去高美濕地那邊 會不會有瓦阿雞店 結果殊不知竟然真的有一間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間 那我們就來這一場小玩一下吧 結果發現了一台 這個商品極度的特別 你在外面應該也不會看到過 因為這個不是那個軟棒嗎 對啊 打人的那種軟棒 它是不是可以拉 這那麼輕 沒興奮 什麼 什麼 蛤 沒力耶 抓細心夾看看啦 不知道 有了 起來了 有啦 細心夾可以啦 有啦 細心夾可以啦 應該我們至少也可以出個一個吧 有了 欸 欸 關它嗎 呃 欸唷 真的好好喔 哇這個 欸它喇不倒啊 它整個是不倒翁耶 下面不要中啊 沒有這個東西真的太輕啦 出一個 好啊 連這個都要卡洞好啊 真的是 真的是 槍位 那我再放一個 來了 來了 既然都槍位了 打出來 打不出來 其實這也是有點小難度 因為它只能抓細心夾啦 因為它抓本體 它掛在那裡了 來唷 來唷 可是夾這個是不太划算 對啊 有了有了有了 呃 這是 咬一下 哇 屁咧 咬去哪 出一個 傻眼啊 欸這個也沒有 多好打喔 呵呵 因為它一定要細心夾啦 嗯 然後它的長度還會卡住 來喉一下 出一個 再讓我出一個就好了 來 出了 來 出了 OK 那我們就打個兩個 單純 打出來看一下而已 嗯 對啊 那這個就是那個啊 它中間也沒有新啊 它就是 欸沒有喔 喔喔喔喔 我們都錯怪它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軟棒 它這邊還有開關咧 它這開關是啥 它要拔掉 好我們拔掉 看一根到這個到底是什麼 嗯 喔原來 它沒有那麼簡單啦 還有想說 為什麼台主會擺一個 這個就只是一個 打人的 算打人的嗎 就只是一個可能在包水管的還是什麼的 就用這個 這個也太特別了 來我來拆一個 看這個到底是什麼 拔掉 電池 點 喔喔 這是個不一樣的 喔 我知道了啦 演唱會的 欸 掰掰 演唱會用的啦 然後你看上面這邊有燈 而且現在是白天的狀態 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應該整支會很亮 然後它也會 它會有顏色切換 閃爍紅 閃爍藍 閃爍綠 就這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軟棒 它是有顏色的 可能演唱會用 或者是幹嘛去 去派對啊什麼的 這個也不錯啦 好 那這一台呢我們就夾這兩隻吧 我們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那我們來玩一下這邊的洗衣球台吧 雖然它擺得非常之滿 但是它有縮動口 因為它有那種勾勾類的 就不知道 請問一下 甩幅還不錯 欸 會下來 45度都不要理它啦 那個 對啊我推 來我推 欸欸欸欸 再來推 欸欸欸 啊啊啊啊 過了它就直接 歸位喔 這也蠻特別的啊 一次出兩個 這有點厲害啊 而且它是可以凹到底 你看這樣子 有沒有凹到最底 卡住 上面的上面的 你說這邊喔 對啊 沒了 沒有沒有還有還有還有 這邊咧 這把它推一下 飛過來 來來來來來這裡咧 其實它 它的台性真的很單純 就是你推捏起來它就放前面 推捏起來放前面 不信你看這一個 這個我一樣甩過去捏 應該也是會過來 你看這樣子 欸過來 其實它可以甩鬆欸 對啊 二收過來 你看它就是很單純 那要怎麼出 夾下面那個 我在想要不要夾 綠色那一個 怎麼夾這個 沒有我先把它 再拉一下 綠色這一個 可以可以可以還會出還會 這個還可以 來了 放 來了 放 欸 這邊的 洗衣球台看似有點難度 但是其實 挺放鬆的欸 你看 好像還好欸 對啊 那你覺得那個綠色那個 白色就會倒了啊 不會喔 對啊 哇哇哇 但是它 捏蓋子好像 沒辦法用捏的 很那個 一個點起來 它好像都要整個 包起來 對啊它好像 整個包下去 而且它整個包下去 反而還不會丟 怎麼這麼特別 你看它捏角是起不來的 可是你直上直下它會出 直上一下 應該沒有那麼誇張吧 我還在想要不要 直接抽下面那個 可以啊 因為你看 是綠色的壓著它 它起來之後 後面整個倒下來 對吧 可是你夾得到嗎 直直推下去 這樣 起來 八頭 不行啦 你先夾那個綠色 壓住它 你做這樣嗎 對對對 你應該可以抽它了 夾兩個 跟剛剛那個一樣 這樣咧 出 那邊整一個 一個一個來 後來 後來 十元兩個 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直直給它抽下去 但是我們把後面這個 給它拉過來 哇 沒想到這邊的洗衣球台 那麼佛啊 看似 以為很觀光的擺法 但是實際上超佛 原來這邊就是娃娃機的秘境 唯獨一間 而且也特別的佛 應該這個直直下去吧 這樣子 二收 滑掉 蹲一下二收 起來 能不能再給我出一個就好 前面卡住了 嗯 前面卡住了 這樣咧 它逆斜甩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的 甩一甩又會鬆 這樣子 哎呀 哇卡住了 左右 這樣 丟 差一點 嗯 它的頭過去了 它沒有扣點啦 對啊 你看喔最後十塊 沒變 因為通常我們一講最後十塊 它都會變位置給我們打 好 雖然後面我們有小補了一百多塊 但沒關係 我們也出了很多盒 我們來看一下出幾盒 嗯 我們來到這邊的洗衣球台 也很快速的打了六盒 雖然它後面有點卡住了 但沒關係 這邊其他台還有非常的多 我們再去玩一下下一台 騎 欸 我以為它一般爪但是力道不強 但是它其實它是有力的耶 它是有力的耶 好像抬得過耶 後航 後航 那能不能讓我夾一個線 先這個先下來 你會不會勾它它就出了 你說勾這個這樣起來出啊 對啊 好 這樣 這個傻眼 然後把這個能不能帶走 然後這個下來 拖一下 所以它台性你剛開始玩的第一個實況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難 但是玩一玩覺得好像也還好耶 它現在是勾著 不然剛這一下好像會直接出 起來 沒有勾住了 來了 哇 拿什麼 不知道 打火機 直接出 直接出啦 線都露出來了耶 可是它前面這邊有東西 有東西擋著 這個走開 要嘛走開 要嘛出 捏它的頭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 45度捏它一下 這邊出口感蠻不錯的耶 二搜 它只要捏到應該就掰掰了 捏到 哇 哇 太長了 太長 而且好像有重量 那這個能不能出來了 來了 就這條就好了 對 然後要不要靠這個壓它一下 你等一下火不起來 那我就直接來囉 騎 哎呀 哇 哇哈 剛剛它後面沒東西可惜 哎 哎我以為 我以為它會直接壓起來 哇卡住了 還要嗎 只上一下 這一下跑出來我們就玩 好放棄 因為其實雖然我們帶出來 但是我們有想過它的天地的問題 它天地會比較尷尬 除非它後面要有東西 就還可以 那沒關係 那這台我們也出了蠻多出口感的 那我們再玩下來下一台 這一台 哎 看見了一隻小狗狗 甩幅不錯 力道還好 但是這個力道 起來會直接脫掉 左右 不太好控制耶 嗯 稍微難控制的點 哎 再吃多一點 哎好像有點浮得有點尷尬對不對 啊全包了 還在 他們還在 來讓我出一個小狗狗 還是我先拉一下這一個 它下爪其實也算是有點微快啊 沒有到那種 沒有很慢的感覺 哎 它甩幅不能做太大 啊 出了一個 它寫高清護目鏡啊 是啊 對啊 給你帶啊 給你帶 可是它很奇怪 它甩 甩太大力的話 它就收掉了 它不能太大甩 對啊 這裡捏不起來啊 對啊 吃下去 哎呦 讓我捏一下 吃多 這樣 還沒有 嗯 要不能太大甩 太大甩 都會直接收掉 推到底啦 推到底啦 起來 來 漂亮 對啊 還不錯 它有那個呢 那個叫什麼 9201 9201 要把它打出來 我知道剛剛為什麼放了 咬線 嘿嘿 剛剛那一下是咬住啦 目前是還咬住 鬆了 被咬了 欸這個好輕喔 再一次 這次再收我不要了 你看每次講不要了 然後就恢復正常 這個娃娃機它會聽得懂人話 他說 阿不行了 我要讓你動一下 不然你不玩 我剛剛那一下推下去 我打算直接抽到 讓它直接浮過那個丁風扇 這樣子 過來 不要收掉喔 拖一下二收 喔 唉唷 還是你頂抽就好了 頂抽喔 這樣喔 那這個咧 我再頂 這樣子 兩拍還可以到啦 唉唷 有了有了 來那我出個吹風機就好了 吸塵器 喔吸塵器喔 看起來像吹風機啊 香蕉吹風機 哭啊 來出貨啦 出了啦出了啦 來了 哇 有 起 哎呀 它要包下去啊 有了 起來 有了 起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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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雖然最後面這個我們也打了三百多塊 但是還OK啦 因為它真的很敏感 超級超級敏感 都點到 撥到大甩 怎樣的 都收收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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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我們那個沒有抓到東西的收大概就收了一兩百塊去了 所以打三百多一百多是下去的狀態吧 好啦 那這一台我們就夾這樣子吧 我們再玩一下下一台 那我們最後呢來小試一下這個 這個算是巨無霸吧 但是以菲羅利來講它應該就是中型機台 其實這個是好像算是小鴨台 是嗎 二手 一心 蛤 哇 這台 十元 這台 佛阿 再放一個 可以喔 後面還有巨無霸呢 有啦還是丟 這個比較輕 對啊這個輕 就有點微丟了 但是越輕的應該是 可以推波推波就出來 因為這娃娃幾乎沒有沒有死角啦 這樣子撥一下 妙蛙種子 來喔妙蛙種子要出了喔 不要跑 欸 你幹嘛 蛤 你幹嘛妙 沒有啦我剛剛比較不要跑啦 哇剛剛那個要出的 涼涼 全包呢 一二歪 撥一下 這樣子摸 出 這樣子摸 出 嘿嘿 其實它裡面最佛的反而是 外面的大雞台 這角度比較難甩 我看能不能我們把妙蛙種子打出來 或者是 後面的巨無霸 來了 超佛呀 而且那裡是平台 對啊 是不是我要把這個迷你也拖出來 輕鬆喔 對啊哇 沒想到來到高美四地竟然尋到了這一場 真的是 舒服啊 再捏腳你看捏腳也過來 太舒服了啦 啊 啊我們都打得差不多咧 啊我們剛剛不是說巨無霸嗎 可是它很裡面耶 沒關係沒關係我拖一下上面這一個 上面這一個不一定甩過去剛好捏到它直接 下面是一樓直接噴出來 這個直接給它吃下去好了 這樣子吃下去 這樣子吃下去 蛤 它是啥 我剛剛原本打算是讓它噴進去而已 沒有打算打出來 來巨無霸 中 可以喔 可以它吃到的話應該會飛上來 中 有了 上面壓的嗎 好像是耶 還是叫我把上面推下來 算了算了算了我直接來 中 來了 中 來了 哈哈 傻眼啊 超可愛的啊然後現在那個怎麼辦 嗯 十塊錢 這個十塊錢 十塊錢不要下去 雖然這台真的要打真的還能再打 我覺得這個 逆一下這個就起來就出了 但是OK啦那我們 因為這個台性也非常簡單 那我們就這些就讓給有緣人吧 那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來到這一場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非常的不錯 我們出貨都是很快 你看像那個洗衣球 十元出兩盒竟然有兩次 真的很誇張我們好像很少在洗衣球十元出兩盒的 非常之少 然後後面呢 你看前面也有打那個那個軟棒 發光的軟棒 然後後面也有享受一些出貨感 尤其是最後的那一個中型機台 我那台真的沒話講 超級佛佛到爆炸的程度吧 我們那個巨無霸的娃娃好像都是 十元過來二十元再上來三十元就出 也不太會喇臭 它幾乎都是下放非常不錯 沒想到我們今天來到了高美食地 竟然尋到了一間 這個算是一個秘境嗎 算是一個佛場對不對 算佛場 那今天我們就夾這樣 這次抽起來要抽什麼呢 打最多的就是這個吸塵器 這個吸塵器是我們今天打最多的 打到大概三百多塊 但是實際上其實也還好 因為其實有一兩百是空抓的狀態 其實實際真的去攻打它也才一百多塊 那怎麼辦 這個打最多香薰吸塵器 那就送它吧 送它 那我們就再加一個 洗衣球比較普遍大家使用 那我們洗衣球的款式一樣是隨機 我只是隨便先拿一盒 到時候記出去會隨機的一個款式 那這次呢我們抽獎就抽這樣子 一個香薰吸塵器再加一個洗衣球 你看在家裡打掃的時候有沒有 用吸塵器吸一吸 在吸的過程之中呢 你洗衣服的時候就丟個洗衣球 洗完之後呢 家裡香噴噴 你家裡也打掃完了 剛剛好 好啦這次我們就抽這一組 就送給一個人吧 那抽獎沒辦法按讚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再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關於